大家好,歡迎回到小弟的VLOG 雖然夜五節過了很久,但當我上網看節目時 發現波士頓有一個香港的爬龍舟活動 現在夜五節,我都在中國超市買了各種椒精來吃 我吃完一種精神逆逆,就開車去Charles River去看比賽 不過場地附近都很難找到一位泊車 因為實在太多人在那裡參加活動 所以我拍了車之後,就沿著Charles River Memoral Drive這條路去比賽場地 Memoral Drive這段路在這幾個月的weekend 都會成為行人專用區,是沒有車可以進入的 當然,除了行人之外,很歡迎單車,踏摩托車 滑板,跑步,的人共用這條路 平時這條路駕車駕得多 這個weekend就可以在這裡走,感覺都幾不同 又沒有廢氣,可以聽到鳥仔的叫聲 又可以看著Charles River的河境 非常漂亮 很快就走到下一條橋 這條橋叫Anderson Memorial Bridge 這裡的風景都幾美,唯獨是見不到龍舟 似乎距離比賽場地還有一段距離 反正上來,就讓大家看看橋上的景色 終於來到大會指定的比賽場地 在橋上很明顯見到很多人圍觀 也都開始見到龍舟了,不過這裡似乎是選手上龍舟的地方 而距離終點線都還有些距離 我看到很多人都開始戴上口罩了 當然,我也去到他們上船的位置 就看他上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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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感受到爬龍舟的衝線氣氛 決定就繼續向前走 在沿著Memoral Drive和Charles River一直走 又見到很多攤位 就發現這裡除了龍舟比賽之外 還有一個小型的嘉年華 有很多攤檔的小食 有很多遊戲 有很多才藝表演 也有很多遊客 我觀察這裡的華人和非華人的比例 都有50-50 終於讓我找到有利的位置 拍到沖繩了 大家去看看我捕捉的這一刻 好幸好 這個沖繩也是今天的最後一個沖繩 即是表示今天的比賽已經結束了 這個比賽的冠軍 就會參加在紐約的國家級賽事 而贏了紐約的比賽 就將會在夏年去到香港比賽 希望他們到時就去到香港比賽 想不到在波士頓 都是看到香港的白龍舟比賽 天氣都非常之好 天空做美 本身以為都下雨 令到大家都可以在這麼好的天氣之下 都可以欣賞到這場 爬龍舟比賽 至於我的話 來到波士頓半年 都未放過關於中國的捷日假期 都是有點不適應的 今天看到爬龍舟比賽 今天看到爬龍舟比賽 都令我感覺到 好像回到香港 那樣 夏年有機會的話 一定會再來看 而且再早一點來看 今次的Vlog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那就下條片再見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 下條片再見 我都不知道 我們下條片 我的酒 很認賊